字幕提供 先把這些門都踹一踹 因為這些門都還蠻阻礙你追人的 我剛剛以為這邊有人欸 沒人 不可能 沒人 沒人 屁股 怎麼都沒人 奇怪 這個人好像會跑 D 這邊有一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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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 最新 剛剛好在底線抓到你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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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追星 最後一秒 緊急把你抓到 OK 他一點就沒有那個死線了 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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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啊!啊!啊! 每次在這 對阿我也覺得30秒追到我有點難 但前兩次都剛剛好啦30秒 所以還行啦 我覺得還行 還在修還在修 你是不是欠揍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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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啊 猜錯邊 他沒有往這邊跑 哇 發動了 可是沒找到人 好可惜喔 那邊 那邊有烏鴉飛起來 哇 看到老頭了 欸 我剛剛聽到菜圖成的聲音 OK 讓我載你去這裡 咦 有了 兩個人 一個在這 一個在那 最新的效果 不知道他半血了啦 基本上沒什麼差就是了 還是一刀倒 謝謝 耶 這有咬棍 這有咬棍 這個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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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追星發動了 開電 開電 欸!人還在我附近 剛剛追星發動了 這樣好像來不及耶 哇!這樣來不及敲他一刀倒 太短了 哈哈!你三接了沒辦法補人啊!你想多啦! 我明明就...挑他了 我剛剛就是把他抬起來放下之後啊 然後追星啟動效果代表他在我的恐懼範圍內 我剛剛就是用這樣去判斷的 欸!阿那個明明咧? 明明找不到人欸 阿他剛剛是不是在這邊 他剛剛...我記得他剛剛 在這邊 蛤? 蛤?去哪裡啦? 我個人覺得追星阿 配上醫生這種擴大恐懼範圍的打法 還算可以啦! 但是30秒如果他本來距離有一段距離的話 你其實會很難上到刀 尤其如果對上會玩的人類 所以追星這一套 我覺得應該算娛樂型的玩法啦 並不能拿來當作主流玩法 應該算娛樂型的打法 但... 實際打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玩起來感覺還... 蠻...蠻趣味的 蠻趣味的 光線 而且側音 對... 明明每天都在阿 對... 然後我個人 nawet... 配一些追擊能力夠快的一些殺手 比如說像護士或怨靈 就有可能可以把這個追星的效果拉到最大 像醫生他是恐懼發援擴大嘛 可是恐懼發援越大情況下 你追星的陰險要到人越多 當然大家會不敢修啦 但是相對的你也很難去追到他們去上一刀 你看我剛剛整場下也只成功大概兩次還是三次吧 我有忘記了 就是成功次數其實比較難啦 可是成功到其實會蠻爽的 因為尤其追星是看恐懼範圍內掛鉤之後才開始算30秒 或是丟下人之後開始算30秒 配上恐懼釋放大嘴 還有這兩個增加大殿就緒之後增加恐懼範圍的配件 我覺得還不錯 配上像小地圖像死狗殺龍啊 或是萊里這種可能就會有一些奇笑這樣子 所以覺得還不錯